王淺秋他當這個重炮手 到底是誰的主意 因為現在有人就說 是因為王淺秋跟夫人 李嘉芬的關係非常的好 然後呢 是這個夫人下令的 要他去坐這個位置 但在這時候呢 有人又講到了夫人李嘉芬 這是誰 宋楚瑜 宋楚瑜呢 他是在這個 總統大選青年論壇的時候 他最後總結講了 他說 說話要算話 不能像另外一個候選人 今天講的明天就不承認 而且要管好太太 管好部署 猛酸韓國瑜 好 所以 現在大家說這個王淺秋 他之所以去當重炮手 是李嘉芬下的令嗎 我先講宋先生 我覺得宋先生 真的離開政壇一段時間 不太了解現在脈絡 他雖然是我黨主席 他這樣講說 要韓國瑜管好李嘉芬 簡直不現實 不切實際 宋楚瑜應該講說 叫李嘉芬管好韓國瑜 我覺得這比較符合 現在政壇的氛圍吧 然後李嘉芬 好好多出韓國瑜 每天早點醒來 然後去跑行程 然後政策給他 稿子好好把他背熟 然後記者問你問題的時候 不要講笑話 正經一點 這樣我覺得是對的 所以這邊我公開譴責宋先生 你覺得應該是倒過 講說對象 倒過了 應該叫李嘉芬管好韓國瑜 這比較合理 那回顧了頭來談王淺秋 王淺秋我覺得滿有趣 有幾個地方可以談 第一個說王淺秋 他說大家說他晚時幾天 是為了領年中 對不對 這引發爭議 但當然我個人立場 我認為王淺秋領年中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過去幫韓國瑜 擦太多太多屁股 太辛苦了 王淺秋半年的工作量 可能抵人家 其他縣社新聞 所以這30萬 絕對應該拿 好幾年 如果在7月 他可能拿半個半年的 就可能拿6個月的年中 如果是企業的話 那如果是公部門 所以只能1.5個月 所以他領30萬 以這種工作量 在7月不得了 搞不好真的是領半年 6個月以上 我就問嘛 誰記得苗栗的 什麼新聞處處長是誰 沒有嘛 桃園是誰 台中可能大家熟悉啊 嘉義什麼都不知道 王淺秋真的每天都在上火線 所以領年中 心態寬一點 他領這個東西 我坦白說還好 可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當韓伴把何庭歡跟葉原資 換成王淺秋跟鄭照星的時候 我們平常講 我認為整個火力 是往上一層的 就是不是說何庭歡跟葉原資不好 是這兩位比較不 火力太弱 是這樣嗎 葉原資是重益 重益的一點 對大家都很熟 是稍微綜藝一點 你怎麼這樣子啊 好事好事啊 讚了不起 葉原資了不起 發現人可以搞成變綜藝 那何庭歡是太可愛了 坦白說 太可愛了 對 在弱勢的時候 是需要火力強一點的 坦白說 然後不可以太懦弱 但是王淺秋跟鄭照星 我認為 先不論 王淺秋講的話 大家同不同意 可是至少他那個樣子是在的 然後 氣勢是有的 對 氣勢跟樣子是在的 有那氣場 對 那當韓國瑜正處於一種 就是基本盤不斷消散的過程中 你需要一個更強力的人 幫你把這個金盤摳回來 或是捍衛住 所以我認為是 是條好奇 就是整件事情 我認為在35天的時候 做這樣調整是好奇 可是問題是 這個調整來不來得及 我是很不看好 因為現在的民調差距 已經大到說 不是一個突發事件 或兩個突發事件 可以改變 就是我們過去的經驗是說 一個突發事件 或許可以改變3% 最多3% 更好運氣好一點 5%的來回 可是現在如果差到10%以上 他可能要4、5個突發事件 而且都是大事件 而且都是 失焰案等級的事件 才有可能讓整個民調 所以已經很難流轉了 那這個時候潘恒旭 如果幫他想一些創意 他是創意總監 潘恒旭最大的問題 就是創意太多 就是他 公布他是進辦創意總監 我認為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過去潘恒旭 坦白說 我稱他是回力標男孩 就是說 所有東西丟出去 回力標 丟出去都會打到自己 最後都打到自己身上 比如說之前他說要是來去高雄的MV 結果發現說 他那影片是齊柏林的 他沒有跟齊柏林的家屬 那個引用 所以他跑去跟齊柏林道歉 比如說他推漁光中日 然後他也沒跟漁光中日遺孫 討論過就推漁光中日 又跑去跟漁雙道歉 然後他去參加高雄溫州小三通 然後也沒搞清楚那個船 以前有走私的紀錄 高雄也不是溫州高 然後又道歉 我現在講的每件事情都沒有栽贓 都是他公開道歉過的 就是如果一個人創意多到 提一個創意就要道歉的話 那真的不要當創意總監 當總監就好